像今天台北長安東路那邊發生火災 那個燒了四五個小時 對 因為它最主要 它那層樓燒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放了一千顆鋰電池 哇 那個是一個電子公司的倉庫 它放了一千顆鋰電池在裡面 結果一震以後 鋰電池本來在充電 結果掉下去以後 結果就整個燒起來 燒到中午 它從早上的一震完就 這麼早在充電 我不知道耶 它那個裡面就是 因為我弟弟的公司 剛好就在那一棟大樓 結果他們樓上就燒起來了 所以很危險 我跟他說不會往上燒 火會往上燒 那水會往下 所以他們就變淹水了 鋰電池起火好像很難 很難救 很難救 對對對 那消防隊只有一直灌水 拚命灌 說灌到那一層樓 已經四樓整個都淹滿 然後淹到三樓去 然後三樓再流到二樓 一路游下來 對 可是那個到後面 它就救了大概四五個小時 才救完 所以在火 我覺得在地震發生的當下 不只像剛剛敬平在講到說 門要打開 然後包含了你的瓦斯爐要關 你的如果有那個熱水瓶 什麼的就是你又開燭明火的東西 要趕快先關 然後要不然到時候 等震完以後 房子也回不去被燒掉了 真的要特別注意 沒倒要被燒了 對門打開 然後就站在哪裡 站在 要不然像那個亮哥 他們這種東西會掉下來 像家裡很多一定會有擺東西 那你就要趕快跑到哪裡 跑到樓梯間 因為到了樓梯間以後 樓梯間東西最少 除了鞋子飛下來 沒有別的會飛 對 所以樓梯間裡面那個範圍是最安全 不要進電梯站在樓梯間等地震停 有些人說 我趕快衝衝衝衝衝衝 衝到外面去 你衝出去跟我一起啊 因為像台北市區都是高樓 那如果是玻璃帷幕 整片整個碎掉下來 那你就岔岔間變萬箭穿心了 因為所有的玻璃全部從高樓下來 所以千萬不能去走外面 可以注意今天像 我送小孩玩之後 後來回家路上 還看到有那個大樓的外牆剝落 瓷磚剝落的很兇 那這段時間你就不要 我們中立的收口就這樣 中立收口也是 對 那你就千萬不要去走那個 走外面好舒服 你看風景上面的東西 全部掉下來就有危險 要走棋樓裡面 那強震發生 你要注意那個棋樓 那一棟房子會不會倒掉 你看那個柱子已經開始在變形 說你不要還站在底下等 那等它變形完之後 你也被埋在底下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大家 未來在這個地震發生 當下的那3秒到10秒之內的時候 你要做好一個決定 就是你要躲到什麼樣一個 安全的地方 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狀況 現在好像又是余震 又在搖了 對不對 好像有一點 有有有 上面的燈在搖 燈在搖 對 這個餘震的量來說 今天其實還蠻多的 對 為什麼今天那麼多餘震 我不知道 因為整個東部地區照理說 它的餘震頻繁度不會那麼大 可是今年的這一次的地震完之後 餘震的能量波的釋放 一直有在持續出現 我們看未來兩三天它會不會再減少 有減少那就好事啊 不減少我就比較擔心了 對 那另外的話要注意 我們這一波的能量波在出來 我現在氣象局有資料 剛剛在這個2.28分規模4.3 等一下 嘉義 你看這次鎮壓到嘉義去了 嘉義大家可以注意 剛剛我在前面段講的時候 講到嘉義我要特別注意 因為東部地區的板塊的擠壓之後 會使得西半部地區的斷層帶的部分 會有一個壓力的釋放 而在東部發生強震之後的西半部地區 要特別注意 尤其像嘉義前線時候 大家可以注意去年的民雄 後來都一直小小震 震到後來沒有 再來到了今年的3月初的時候 民雄那邊 庫子那邊又有一些在震 像這兩天的時候 你看現在最新的資料是 在庫子市深度16公里 雲林4級 嘉義3級 台南2級 彰化2級 南投1級 台中1級 這就告訴大家一些事情 能量波在示範完畢之後 到了西半部地區的斷層帶 我們常常講 底下地底下一顆石頭的破碎 你看我現在又有資料進來了 一顆石頭的破碎就代表的是 我們地表面上的人的強震 可是我最擔心的是 西半部地區的斷層地震 如果有比較大的規模出現的時候 那個對地表破壞力會非常大 因為我們東部的地震在發生的時候 它對於地表人類的建築物的破壞力 是比較小 可是西半部地區的斷層地震 通常深度只有在1到2公里 我們只要記得 淺層地震到極淺層地震 地震的震源深度越淺 尤其在斷層帶上 常常有正向斷層逆向斷層 它會因為整個的錯動 會造成斷層帶上的 所有的建築物的崩毀 不管你蓋得再好 你不要怪建商怪什麼 因為在斷層帶上的建築物的崩毀 那是必然發生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會中央地調所 會有所有全台灣斷層帶 經過這幾十年的檢測之後 斷層帶的圖會出現 你要注意到你自己家房子 是不是在斷層帶上 如果是的話 那在西半部地區的斷層地震 如果像上次車輪不斷層發生 那麼長達120公里的 現在上面的所有的房子全垮 包含軍營 因為我自己以前在拐三旅的 那個拐三旅的裝甲部隊 我們裝甲部隊的工兵連 跟包含通信連 那棟房子整個變拱型 你看部隊的房子這麼好 這個房子最後變拱的 最後拆掉 因為整個傾斜之後 我的學生剛好在當兵 學生就跟我講 他們到部隊去 結果下部隊到那邊 隔一天那天半夜搖完 隔天開始去救災 救災從活人 挖到兩個禮拜後 開始挖死人 整個拐三旅全部出去救災 那他們自己的房子 整個完全變形 你看連軍方的房子 蓋到都可以防炸的功能 這麼強的房子 只要在斷層帶上也變形 所以還是強烈的跟大家建議 就是台灣就是地震帶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整個地震發生的能量 像現在又出來一個訊息 2.31分的時候 在規模4.7 花蓮受風 深度11公里 花蓮是4 蘭頭3 台中2 宜蘭2 台東1 雲林1 彰化1加1 你可以看到 持續一直有餘震在發生 那我只希望說 在未來兩三天的餘震的能量 跟頻率來說是逐漸下降 可是如果不下降 那大家心裡就要有個準備 因為台灣就是在地震帶 地震的發生 以前氣氧局 都會叫正常能量釋放 但是現在只說能量釋放 因為它地震本來就正常能量釋放 地震沒有不正常能量釋放 那大家要有這個觀念在 不管是日本 不管在菲律賓 不管是在哪裡 連火山噴發 都是一個正常的能量釋放 就像陰島火山固定時間 碰就會噴 噴完我們的民航局 就會通知我們的飛機 飛到了路爾島附近 航道的時候 一定要把那個火山的部分避掉 因為不避掉火山灰上去 飛機吸進去就掉下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在於說 我們要注意的是在於 又有你看 2.33分 規模4.8 台東東部外海深度5公里 花蓮山 宜蘭山 南投1 台北1 圓圓不斷 就是圓圓不斷好多餘震 對 因為我的資料 所以剛剛我上去講的那一段 靜頻一直跟我說我手機在震 因為我手機會有一些 最新的資料會直接掉進來 所以這個資料 現在是目前在網頁上面 可能還沒有出來 網頁上沒出來 可是我們這些簡訊這邊 氣氧局會有發簡訊給我們 先告訴我們概略的東西 當然我們把概略的細分到細的話 就像同樣的 以在整個北台灣的地震的 強度的部分來說的話 像今天的話 剛剛那個委員有在提到說 台北的震度 來 我們注意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上面可以看到 這是今天早上的規模 到7.2的強震 那你可以注意我們把圖放大 台北很多地方是在四級 有一個五弱 看到沒有 有一個是五弱 對 東北角五弱 到了桃園震的比台北還大 桃園還在五 那你可以注意到 在宜蘭是五加就五強 台北是五弱 那再來到了花蓮就不用說了 花蓮這邊震度最大 可是你可以看到 整個能量波的輸送 到了北台灣的台北的時候 其實這一次的台北 跟921比起來其實弱很多 第一個 釋放的時間短 第二個 它的整個波段強度來說的部分 沒有到那麼的一個 一個強波段的部分的持續 那我們從這邊的話也可以 從一些資料上面 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它的整個地洞資料上面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是 在這裡 能量波的釋放 這裡 整個能量波的釋放最重要一點 就是在於說 花蓮到宜蘭這一塊 到紫色這邊能量波最強 逐步遞減往北遞減 但台北市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們這次因為整個陣度來說 是在花蓮市的偏東南 在這個位置 在這裡看來打信號這個地方 這裡的能量波 在送過來的過程當中 對於花蓮這邊的整個影響層面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蘇花公路 包含了山壁整個崩落 都是因為整個能量波輸送 到了宜蘭的時候 南宜蘭強 北宜蘭這邊弱一點 北台灣這邊 到了台北盆地這一塊 你可以注意 它的能量波基本上是在四級的陣度 比較多 五級只有局部的幾個地震觀測站 有到五級 都是五弱 那桃園反而偏強 因為這跟地質結構有關 那在能量波送進台北盆地 我們一直在強調台北盆地 要特別小心的是 第一個台北老建築多 第二個台北有共振效應 那台北是共振效應 當發生如果921那樣的能量 釋放在中部地區整個往北輸送的時候 那台北的共振出現最容易倒的房子 是7層樓到13層樓的房子最容易倒 這都專業的東西 7到13層樓為什麼 因為當台北盆地產生了泥沙的共振的之後 整個鎮上來就說擺檔幅度最大的 會在7層樓到第13層樓的房子 擺檔幅度會最大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要提醒北部朋友注意 那如果你去上氣象局網頁上 你可以看到這些花蓮這邊 綠色的這些都是斷層帶 有沒有看到這裡都斷層帶 有沒有看到綠色這些都是斷層帶 所以這個斷層帶就告訴大家說 我們有一些斷層 大家如果上中央地質調查所 經濟部中央地調所的話 會有更詳細的斷層地圖 你可以把它放大到你自己家 哪一條哪一路哪一條巷子哪一條弄哪一個區 你可以去看看你是不是在斷層帶上 如果是你自己要注意 那車輪浦斷層我可以跟你保證 大概在最起碼這30年40年應該都不會有事 因為車輪浦斷層正完了 車輪浦斷層就這條 這條長的這條 但車輪浦斷層之外其他的斷層呢 嘉義有斷層台南有斷層高雄屏東都有斷層 這些有的都百年沒動了 這些百年沒動的斷層 會不會因為花蓮這邊的整個震盪之後 西部的斷層帶開始錯動 那另外很重要一點馬國鳳老師曾經講過 花蓮美輪斷層就這條 大家還記得2018年 我那時候我們新聞龍捲風還殺到 衝到了這個花蓮去做了一整個晚上 這條美輪斷層在2018年的時候錯動過一次之外 它現在是平靜的 但是馬國鳳老師也強調說 這條斷層在未來50年發生到規模7以上 強震的機率是非常的高 那這就是告訴大家說你要注意的是 在這些斷層帶上面的房子 未來這些斷層帶在發生錯動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板塊運動 但看到的是斷層運動的時候 那就是地表面上的建築物跟人員傷亡的部分 就相對的會比這種斷層帶的錯動 產生的斷層帶的擠壓產生的地震 破壞力要更大的多 這個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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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